LAYO 了世紀 天天濃郁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夫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11點鐘方向的斯拉夫人HERA HERA這邊選到的文明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特色農鐵的耕種技術 這個速度是很快的 有這個10%的加成 還是15% 還是改回去了 以前是10% 但其實一開始斯拉夫人就是15% 所以應該是上次改回去了 斯拉夫人的農鐵運作效率很好 所以他很適合打步兵或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比較有缺點的是 雖然有大落馬但是沒有遊俠 所以如果要走騎兵路線的話 可能還是要靠自己的寶兵單位 貴族鐵騎 貴族鐵騎也可以靠羅斯堡壘 減少一下城堡的成本 可以讓自己的貴族鐵騎的產能再更多一點 那他的步兵路線則是有王家四重 可以讓步兵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而且可以無視防律非常強大 斯拉夫人的馬功沒有三級射 比較弱一點 但是有重裝馬功 工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但是他的工程器造價是很便宜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蒙古這邊的特色 蒙古這邊的特色是打獵的速度特快 而且他的馬功攻擊速度也很快 這也是很多新手很喜歡的文明 那蒙古人的馬功呢 他的蒙古突擊呢 可以讓這個工程器 血量掉的更快 這工程器的增傷非常多 所以斯拉夫人的後期 要打馬功也只能靠工程器的話 那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因為會被打的有點 這個血量會掉的有點快 不然就只能轉這個戰毛兵了 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應該還行 那蒙古人呢 他的肉馬跟草原騎兵 到這個封建時代開始 只有這個血量加成 現在 不是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開始 刺口不升級 也可以有血量加成 那草原騎兵呢 他也算是一個蠻好用的單位 但蒙古人的草原騎兵有個問題 就是沒有三級馬鎧 只是血量多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黃金部分 這個蒙古人的黃金是在高地上 這邊圍起來應該問題不大 右邊一塊黃金在正面的位置 三塊黃金都偏正面了 但這塊黃金還算還好 雖然有點偏左邊 但是如果這裡能插一根寶 防守來說應該沒什麼問題 甚至連這個一副石頭也可以鎖住 後面有一個石頭 所以可以考慮打石城 但如果要打石城的話 問題就是要怎麼維持了 那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要維持不太容易 對於蒙古人的防守來說是一大挑戰 來看一下HERA這邊 HERA這邊 火子的物分在後面 黃金在前面 哇 這個黃金位置太慘了吧 黃金也可以在側面 黃金都是在正面 這張地圖也是超級爛的那一種 那HERA最近在 爬3000分 所以最近我們會看到他的分數已經來到2950分 但是他只要遇到2200分左右的玩家的時候 就沒有分數喔 就跟我們剛開服的情況是一樣的 當初世紀帝國 決定把剛開服的時候 我把分數打到1300還1400吧 然後在遇到一些比較低分的玩家的時候 總共打都是0分 所以我就喪失了爬天梯的這個動力了 畢竟那個時候大部分的頂尖玩家 還是在那個 VOO那邊在爬分的 所以其實 世紀帝國決定版剛開服的時候 並沒有太多頂尖高手在爬分喔 所以我也遇不太到那些頂尖玩家 就只有遇到T90過而已 好 回歸正題 所以HERA現在要爬分喔 其實是很困難的 除非要一直遇到天空熊阿 YO 或者是 阿痛阿 或者是MBL HART 或是DOT之類的 這類頂尖玩家才可以有上分的機會 所以他的爬分喔 並不是他單純爬 就可以穩定上分喔 還要看這些玩家有沒有上限 這也算是 許多的 遊戲的頂尖生態喔 你總是要遇到同樣的人喔 你才可以爬得上去喔 好 那現在蒙古人 家裡的部分 左邊想要打算為死 正面祖金直接放棄 你這塊金都放棄的話 附金不就都沒了嗎 好 現在HERA 肉馬加槍兵 給到很多的壓力 給到很多的壓力 抽名拿過來打架 好 蒙古這一波 有點微妙 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個肉馬 怎麼到現在才暗呢 沒有肉馬 就沒有主動權 這邊有點 太想要靠槍兵搞定了吧 好 兩隻肉馬在這邊 撈撈看 但HERA已經快要把家裡給圍好了 好 都小微小微 補了木槍 好 高地補了一個射箭場 好 還是要補一些肉馬 家裡終於守住了 好 槍兵繼續往前戳 防守沒有怠慢 出了非常多的槍兵 好 開始轉弓兵了 這裡不太想要讓HERA 這麼舒服的上時代 好 結果這裡抓到了一村 哇 這邊HERA其實被抓了三村 喔 蒙古這一波已經打到非常多村民 好 現在30村對33村 蒙古人 經濟稍微也反超了HERA 100多的資源 工兵也出門了 HERA這邊城堡是在準備點像 先補一個射箭場跟箭塔才醒 不然這個黃金位置真的是太刁鑽了 附近也是偏外圍的位置 好 毛兵趕快補 蒙古人一級射也點了 好 輪手技術也點 這個蒙古的玩家經濟是控的蠻好的 一農一木都有點 好 那HERA這邊有個細節喔 它沒有讓這個農田自動繼續灑 可以看到這個農田一吃完就把村民拉走 直到點下一級農或點下二級農之後才會繼續復根 這算是高什麼的一個控制點的方法 不然有時候十六片田到城堡賽初期 如果自己不是要打騎士的情況下 這個肉會有點過量 那HERA這邊應該是想要打三毛兵 所以肉可能不需要這麼多 所以沒有點下一級農 好讓這個農田稍微斷了一下 也或許是因為打架很難喔 忘記一點 那不管怎麼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細節喔 要把這個自動鋪鐵給取消掉 盡可能的讓自己的優勢喔 擴大才行喔 好 這裡下一級農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重新耕田的工人喔 再把它勾選起來 那現在HERA這邊防守壓力有點大 防止被拆的關係有點卡人口 現在蒙古人這波工兵確實打到點東西 把壓力轉嫁到HERA家的身上 至於家裡有機會可以圍死了 好這一波HERA並沒有慘肉嘛 就去抓維加的村民 好 毛兵在家裡防守 最後是守住了 城堡時代還有一些時間 好 好 點下了品種 那斯拉夫 這個文明喔 在世紀六國決定版的時候 一出來就有了 以前HD時代的時候是第六C文明 那這個文明大家都說 遇到蒙古人的時候是非常吃力的 因為斯拉夫人蠻怕蒙古人喔 歷史上好像也是如此 那所以說 蒙古人要打斯拉夫人的優勢都很大 不管有什麼打法都可以有效克制 那斯拉夫人要怎麼反制蒙古 我覺得這場比賽喔 可以由世界冠軍來告訴大家 斯拉夫到底怎麼打蒙古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邊 果然HERA是選擇了戰毛兵路線 一上城堡時代並沒有轉騎士 而是轉戰毛兵喔 那這個對於一些玩家們來說可能會不習慣 因為市面上喔 許多的教學喔 都是教怎麼打馬公阿 騎士阿 奴兵的開局喔 或是身頭前壓之類的 但是職業選手們 他們的想法就不是這樣子喔 不一定要打黃金兵喔 只要對方打的兵種正確 我這邊防守開農 用戰毛兵也是可以獲得一些效果在的 這不是說喔 戳黃金兵喔 就一定有優勢喔 你出戰毛兵二級射 十經點對了 給到對方的壓力喔 也是會非常大的 好 騎士出來 現在騎士要怎麼抓這些肉麻 好 肉麻可以看到喔 現在改版的關係 肉麻現在有54滴血的血量 這就是蒙古人的最新的加成 這跟那個法蘭克封建時代的血量是一樣的 那如果再點下平等的話 血量會更多 最大的優點喔 就是不用再點下輕騎兵喔 就可以獲得這個血量的加成 但是整體血量來說是有下修一些些的 那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平衡阿 這也算是相變來說 那幅到了蒙古人的後期 那蒙古這個文明 最大問題就是很難成形自己的蒙古圖技 那若是在前面爆了太多黃金兵種 也會造成自己後期剩餘黃金不足 蒙古圖技無法登場 打出自己的文明特色優勢 所以要怎麼把蒙古打好 這是一大問題阿 那比較常見到的還是靠草雲騎兵去做撐場動作 草雲騎兵到了陳寶斯在點下的品種有92滴血量 其實還算不錯 跟一般騎士來說是差了大概20滴血左右 28滴 但是如果這個義工的優勢 如果操作秀得好 還是可以打出優勢來的 好但是對方轉騎士的關係 蒙古人這邊要考慮要不要轉下修道院 這個時間點差不多要轉修道院 不然待會騎士過來 正面可能會扛不住 但後來這邊沒有打算要打正面一波 反是選擇了單TC 暴騎士慢慢打 這就奇怪了 正常來說HERA這個時間點 要開承認中心才對 好但是看到草雲騎兵已經溜了進來 這一波圍但是有洞 哇回頭之前還錯了一槍 把村民給戳死 這位蒙古玩家打的也是非常厲害阿 畢竟能遇到HERA的玩家都不是泛泛之輩了 好這位蒙古 領走之前還戳掉了一隻騎士 蒙古人現在瞬速暫時領先HERA HERA這邊PC還沒有補上 由於這邊剛剛有補一根劍塔的關係 所以現在城鎮中心很難蓋阿 所以為什麼會說封建時代插劍塔會影響到你的開農時間阿 就是這個原因阿 你要再去補石頭開網 要再多投資這個100石頭去補這個採礦地 要是沒有補那個劍塔阿 就可以直接這邊開TC挖石頭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那斯拉夫人根據我的 大約看了兩三千甚至五千個RP的印象來中 斯拉夫要打贏這種馬功文明 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工程器之外 還有配這個戰毛兵加上城堡的控圖阿 對於後期來說勝率可以大幅提升阿 好這邊草原騎兵正面往前 開始頂騎士 這邊騎士應該是打得贏喔 草原騎兵感覺會有點劣勢 好這邊上了高地回去拿到高地優勢 對阿這邊草原騎兵直接對撞一定是撞得贏的 好後面往前 打生鋁 哇打不到 哇結果蒙古把草原騎兵全部送光 沒有秀操作 草原騎兵這個單位本來就不應該正面開打的 這一波蒙古送光 為了控生鋁喔 感覺有點送光自己的草原騎兵 好佩羅還在控戰毛 想要點生鋁但沒有點掉 好這時候補了生鋁還算OK 正面的第一波 霍羅確實給到了壓力 這裡要趕快開TC了 TC要補後面這個位置嗎 還是要補右邊這裡 對這裡可以補 好 右邊補下了 那現在蒙古人要打贏的話 他要不要轉駱駝了齁 這個繼續走草原騎兵打正面也是很吃力 好當然霍羅這邊開始轉七騎兵 七騎兵就可以抓生鋁 那現在戰毛兵已經全部喪失掉了 在後續再看一下情況 要不要繼續打戰毛 還是要轉這個奴炮 駝駝車 也是可以考慮的齁 好接下來騎士往前 驅趕了一下草原騎兵 現在兩邊都在慢慢爆兵當中 好 蒙古這邊3TC已經穩穩開下去 稍微卡了一下人口 欸這裡不補TC嗎 這裡不補TC這怎麼守啊 好這個我覺得是應該要開TC的喔 不然就是要把城堡插在這個位置 這個開TC還是比較划算啊 好 蒙古這邊趕快再繼續 唉唷這個肉馬居然砍到了 兩刀砍死生女 這裡居然有個洞 好這邊草原騎兵過去看了一下 點下了一弓 這裡騎士數量有點多啊 Pera這邊的TC開得太慢了喔 現在31分鐘只有2TC 55村對於68分 感覺經濟上 蒙古人會理千太多喔 Pera後期就不太好打了 好第三個TC終於補下 在右邊的位置 唉唷 待會這四隻村民還可以去打獵 還不錯 好城鎮中心終於補了 現在蒙古人 要小心 哇這個生女一直被 弱馬跟騎士給斬殺掉 有點虧啊 好反而是Hera現在已經兵臨城下 好這隻草原騎兵繼續看一下 唉唷怎麼突然開打了 這一波草原騎兵打不贏喔 百分之百 一定打不贏啊 別再打了 這裡不是練武士啊 唉唷怎麼突然往後了呢 Hera這邊居然往後了 我看 這也不是打不贏啊 啊 OK看來是覺得 這邊先個個擊破 先打爆這活命兩隻肉馬 草原騎兵還在追 好修羅操作 ディ雷一下 看到勝率往後拉 Hera這邊並沒有打算要 直接跟對方舉一死戰 好草原騎兵互戳 這邊高打第一 能夠戳得已嗎 應該戳不贏 好跑走 有 Hera等一下二級馬卡 有二級馬卡 血量就更扎實了 好蒙古要來蓋寶給壓力了 那這個蓋寶確定要打得贏才能蓋喔 這裡馬的數量有點多 草原騎兵13隻對上13隻的騎士 加上8隻的青騎兵 這怎麼打得贏 這個城堡沒蓋好就要投了吧 完了蒙古這一波一定要打了 不打不行 這個蓋寶有點硬要 對面拉了一些草原騎兵到後面擊殺掉的僧侶 兩隻僧侶已經倒地 但是正面的騎士開始突破防線 怎麼辦這一波 騎士數量 趕快按 Hera這一波絕對不能讓蒙古這邊蓋起城堡 要是蓋起來的話 自己就要損失慘重了 但蒙古也為了蓋寶 這一波有點血尿 哇果然打不贏 蒙古人這一波的兵力是明顯打不贏 但是他 衝動了 只能說他衝動了 只能說他衝動了 也是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才知道是打不贏的 但也要蓋寶情況下來說 你的草原騎兵基本上沒有操作空間 一定要這邊硬扛 撫硬扛的話 城堡是絕對蓋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說 蒙古這邊有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草原騎兵按太多了 這邊應該是要補一些駱駝 再前壓會更好 好這邊想要再回去蓋寶 但是騎士 又繼續壓了過來 現在赫拉要趕快挖石頭 把石頭挖起來 這邊補一個城堡 好這裡補了一個超戰 這跟城堡要蓋的意志力非常堅定 並沒有動搖 蒙古本來聰明的優勢 現在變成沒優勢 草原騎兵繼續頂 等著沛拉這邊高地繼續防守 蒙古過來招翔 招一下駱駝 漂亮 瞬間招駱駝 可以 還招到了 駱駝一招到 打草原騎兵很好 好 果然還是得靠駱駝才壓得過去 蒙古這次學乖了 剛剛要壓寶就要跟轉駱駝了 怎麼還在按草原騎兵呢 怪怪的怪怪的 好 這一波成功壓制住 城堡終於蓋好 但是自己村民宿已經損失到了15村 有點虧啊 當然赫拉這邊也是有點危險喔 因為這個黃金也不能對方挖 這個黃金肯定是要搶回來的 那現在城堡蓋這個位置 也射不到這個位置來 可能還是要補個一級射二級射 才行啊 赫拉有二級射 那應該射得到 待會城堡可以蓋這個位置 好 左邊這個洞直接被打破 這裡再補一個石牆 左邊這個木牆又再被打破 赫拉大意了 好 這裡再補石牆 這裡村民要被戳光 這邊進不來還可以 右邊騎士加輕騎兵 打了一個分線多 多線分推 好 結果這個位置 設備蒙古又再被蓋了一個寶 赫拉 你怎麼了 正面這裡 被對方先手得逞蓋堡的位置 那也沒辦法 正面的兵力太少 這裡是為了走多線的關係 加利並沒有什麼兵力 蒙古人這邊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開始衝進去 赫拉 加利一片亂 好 真是有擋住門口的兵力了 這裡趕快補一個城堡 全村的過來蓋 這裡騎士多線 開始給到蒙古壓力 蒙古開始轉出了一些駱駝 好 這一把 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 感覺蒙古人剛剛有點深追了 深追之後 被赫拉的騎士數量又再蓄起來 正面又開始打贏了 好 這根堡蓋起來 應該暫時沒事 哇 結果這一波 赫拉抓了非常多的村民 前線抓村民 後面也抓到村民 村民差距來到了20村 Fryron的村民一直劣勢 現在反超 太神拉 這就是世界冠軍嗎 好 那現在蒙古經濟 偏劣勢的情況下 這裡真的不補城鎮中心嗎 剛剛這裡已經被抓了一次 這裡再不補 又補了一個採礦的地 有點選不管了 右邊趕快補 會比較好 好 這裡挖石頭村民 要不要補一下呢 感覺這位蒙古玩家有點躁進了 好 赫拉這邊騎士 補了二攻 駱駝來了 好 看到駱駝來就撤 但是還是被抓掉了幾隻騎士 右邊草原騎兵 撞到騎士的臉上 終究還是要打不贏 右邊駱駝 暫時有點難解 要不要這邊 點下草駝治療 讓這些騎士 進駐一下城堡裏面補血 好 回血一下回血一下 OK 草駝治療可以補血補很快 那現在遇到轉駱駝的情況 轉槍病的話會有個問題 對方轉蘑菇圖自己的話 槍兵就會被克制住 但不轉槍兵的話 駱駝又很難解 這就是待會Hera要面臨的問題 或者就是直接轉 工程器嗎 戰毛兵 戰毛配槍兵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會上去自己的主動權 好 還是先轉個槍兵再說 好 手推車也補下 後邊這邊又抓到一些騎士 各個擊破 就我跟你說這邊要開TC啦 蒙古 這個村民一直被砍 真的是看了我好難受啊 挖石頭村民也被抓 你的村民 是不是有點 炸裂 好 這裡蒙古土地 直接被往前貼 抓掉了一隻 後來這邊多線打得很好 但右邊最後騎士有點送掉了 好 沒有辦法 多線控的有點太累了 好 左邊這裡 蓋農田 奇果被蓋堡 這裡田要取消了吧 但是這裡沒有視野 所以並不知道 好 蒙古這邊帝王的時代 現在沒有辦法補下去 為了爆更多兵 壓制HERA 現在開始往外擴張 想要把這些礦產資源給拿下 HERA這邊地龍時代 還有一分鐘 護兵鎧卡 還有兩秒鐘左右 護兵鎧卡點完 槍兵要提升嗎 還是要走劍兵勇士 槍兵還沒有補 現在HERA在想什麼呢 走劍有嗎 好 後面普利跟城堡 大家都想要這塊石頭的控制權 好 右邊有破綻 蒙古這波遛的不錯 這一坨進去 HERA家裡要炸裂了 現在家裡的防守有點空虛 後面開始往下降 好 但是現在有4TC 融回來應該很快 下面有一波打鬥 駱駝居然分散 被HERA的騎士直接擊破了 這頭駱駝抓掉很賺 但是家裡這頭草原騎兵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這裡又來了一坨 聰明樹下降的有點快 現在不滿130村 但是地龍Stay好了 先點下了三級攻 縱裝騎士要點嗎 好 這一波草原騎兵 確實做到了很多事情 HERA的村民樹已經剩下125村左右 好 貴族鐵錫過來擋一下 但是寡不敵重 這波騎士在中間繞 沒有繞到村民嗎 那應該要繞到彩隊啊 好 現在家裡的問題 中午要解決 村民樹跟蒙古開始持平了 右邊的草原騎兵又過來 繼續抓 甚至抓掉了下面這個城鎮中心 HERA現在有點難受 巨星投資機已經準備好 蒙古這邊升帝王時代 完全沒有機會 現在農田不過 黃金挖的是有點多 好 這邊招想一下 又抓掉生侶 好 這隻生侶搞定 回頭先解決這些騎士 OK 搞定 好 左邊的草棋滴打高 等候放有森林遭翔 成功解掉這一坨HERA的騎兵團 左邊的巨頭開始攻城 正面的巨頭 還在製造當中 這塊黃金被挖很難受 HERA的黃金又是被挖這麼多 會點糟糕 先點大洛馬吧 沒有大洛馬的話 待會就沒有辦法繼續出騎士了 變黃金待會肯定是不夠 好 草原起兵 看到左邊的城堡 下方 並沒有騎士防守 直接果斷 來拆掉兩台巨頭 蒙古這邊打得漂亮 結果 蒙古城堡打帝王 HERA轉出了肉馬 開始狂把這些村民 四刀砍死一隻 村民掉得有點快 蒙古把自己所有的黃金全部花了 買了四百石頭 買了四百石頭 在這邊重新補下城堡 想要碰住這個自願點 因為中間快要死守 好 鴻古這邊的問題 是哪時候才可以點帝王呢 城堡打帝王 不是一個明治之舉 但現在不能讓HERA直接靜靜的融起來 還是要繼續給壓力 好 右邊這個馬修蓋好 這裡開始蓋木牆 想要把馬修給蓋起 好 HERA這邊的肉馬 繼續給壓力 現在HERA的問題是 沒多少黃金了 所以沒有辦法點大肉馬 欸 這隻村民 怎麼在鬥 怎麼在伐木呢 好 左邊草原騎兵 再度過來 位子鐵騎 長線 不是精銳版本 但是競賽防御7點 彈度還是很足夠 草原騎兵11點傷害 打一下4滴 好 蒙古這邊 控圖控得很不錯 中央的礦點都有拿下 但是黃金有點太浪費了 全部拿去買石頭 蓋寶 這樣的做法 真的能 拿下比賽嗎 好 這裡再圍了一個思想 這一波草原騎兵過不來了 HERA這次防守 沒有失誤 好 右邊有一大圖肉馬 開始抓挖礦村民 你礦圖我就靠肉馬 抓你經濟 讓你永遠上不了帝王時代 哇 這個拖線打得好精彩 蒙古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HERA差一點就要面臨 靈金之災了 他的腹金跟主金都沒有辦法挖了 那黃金的部分 只剩下這附金可以挖 沒想到後面只剩肉馬跟巨頭 慢慢拆掉對方的城堡 蒙古則是城堡一波 如果沒有辦法控死HERA 就算自己輸 那確實他 確實是控不了HERA HERA剛剛村民樹一度降到120村 但村民樹這時候又拉回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斯拉夫 HERA經濟到底有多好 斯拉夫人 經濟來到了3萬1的資源 木材是2萬4 黃金的話輸給蒙古人 石頭也是 而且對方有4生物 沒想到蒙古這裡一波直接想要把對方打死的心態 有點太過急躁了 而且也花太多黃金去買石頭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點尷尬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 訂閱 什麼呢? 按讚 太哈 了